不小 大家好 欢迎回到白Sniper大鱼视角频道 我是Jerry 大家种鱼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就是鱼为什么会咬钩呢 我们来问问它 喂喂喂 你为什么会咬钩啊 要不你告诉我啊 他说他很饿 OK 那饿的时候呢鱼会咬钩 这个理由可能大家都知道 但是如果鱼不饿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钓它们了吗 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Reaction Strike 反应咬口 鱼的反应口 就像人的发情机 反应口呢 其实可以说是鱼身上的一个后门 或者说外挂 那我接下去的讨论呢 虽然是以黑炉为例 但是请大家记住啊 这个反应口呢 其实是普遍存在于 所有的劣势性鱼种身上的 那我们在钓路牙的时候啊 遇到有的时候鱼开口不好的情况呢 那绝大部分朋友 他们的策略呢 就是把从我们的钓组啊 做一个精细化处理 也钓的飘啊 三颗的钳太重 换1.5颗起跳 两号的钳太粗 换成一号的线 然后呢就是魔鱼 那钓的呢 是非常非常的慢 这种钓法呢 有的时候啊 它的效果也是非常有限的 但这个时候 如果是用和精细磨鱼的策略 截然相反的反应刺激策略的话呢 往往是可以随时随地 让鱼开口 而且在鱼不开口的时候呢 还可以逼鱼开口 对我们钓鱼人来说呢 不管鱼在想什么 在干什么 最后对我们来说呢 希望达到的结果呢 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呢 让鱼咬钩 所以说呢 对于触发鱼开口的原因啊 你只需要记住两类就行了 一类呢 就是饥饿咬口 而另一类呢 就是反应咬口 在饥饿感刺激下 主动觅食当中的鱼呢 会去针对心的找耳食吃 我们呢 就可以把这种咬口啊 理解为经过鱼大脑思考的 把饥饿感 转变为对身体的指令 去抓食物吃 那相对应的呢 反应咬口啊 就可以理解为 是不经过大脑思考的咬口 那您可能觉得 这个所谓的反应咬口啊 是有点难以理解的 那我们人又不是鱼 我们怎么知道 鱼咬口经不经过大脑思考呢 那是不是有点说不清 道不明 更摸不着啊 不没关系 我接下来啦 就让大家来感同身受一下 什么 反应咬口 怎么样 刚才有没有被吓到啊 那其实刚才你们受到的惊吓 就是一种类似于反应口 在人身上的表现 那鱼的反应口呢 其实呢 是鱼受耳的刺激之后啊 通过植物神经做出的咬口反应 和你们刚才的惊吓反应呢 是非常的相似 那这也是为什么呢 我想要给大家做这个感同身受的实验的原因 那我们来看他们的相同点 首先呢 都是要有一个刺激 那对于来说呢 我们用的刺激就是耳 耳的呈现动作和挑逗 就是对于的刺激 那对于你们来说呢 刚才我这个精心设计的声响呢 就是这个刺激 然后呢 这个刺激啊 必须要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没有预期的 突如其来的 那如果我告诉你们啊 接下去我要放很响的声音 你们就会调低音量 然后呢 心里也有准备 会有预期 自然呢 就不会受到这个声音的惊吓了 那鱼也是一样 如果一个耳啊 给它足够时间看清楚 在它不是主动密集的时候呢 它有的时候呢 可能就不开口了 这就是为什么反应口里面啊 很重要的一点 是呈现的速度 那这点呢 在后面应用部分会详细的说 然后正因为是突如其来的 所以呢 反应时间呢 非常的短 所以这个反应呢 是植物神经反应 那大家呢 也可以回想一下 刚才啊 受到我声音的惊吓的时候 你们的大脑活动是怎样的 有没有先考虑一下 哎 这个是什么声音啊 好听不好听啊 到底是从哪里发出来的啊 是屏幕里面呢 还是窗外的 然后呢 再来做出这个惊吓动作呢 是不是没有啊 那这就是植物神经反应 也就是不通过大脑意识的 那人作为高级动物啊 已经非常的理性啊 也就是呢 95%的行为举止啊 都是通过大脑思考的 那我刚才呢 只是唤醒了大家 作为动物的这个5% 让大家呢 体会了一把人身上 还保有的动物的特征 这就是啊 所谓鱼的反应口 不通过大脑思考的特点 那因为刺激来的特别快啊 植物神经自动切入以后啊 让身体做出反应 这点啊 对鱼在野生环境当中啊 趋利避害 有非常大的好处 那同时呢 也让我们钓鱼人 是有机可乘 最后啊 两者反应的方式不同 那刚才受到惊吓的时候呢 大家再回想一下啊 都做了什么动作了 那大部分的人呢 可能是身体一颤 然后呢 心通通直跳 严重点啊 把手机给扔掉了 或者再严重点呢 可能现在正在换尿不湿 那这些呢 都是大家的反应动作 那只是因为 我给你们施加的呢 是一个惊吓的刺激 所以呢 你们做出的是一个 惊吓的反应动作 那鱼的话呢 我们要的是开口咬 作为它的反应动作 对于我们人来说呢 是有手有肩有腿 那受到同样的刺激的话呢 可以做出的反应动作 是不同的 有很多很多 但是鱼呢 是没有手啊 那你即便相信鱼啊 是有好奇心的 那他呢 也不可能用胸臍啊 来摸一下这个借格 到底对不对路啊 那他呢 可能就是用嘴来了 或者呢 就是用身体的一侧 去撞击和蹭 这样子 那这样呢 就给了我们钓鱼人呢 可乘之机了 不过呢也请大家记住啊 我们钓鱼人要的呢 是这个鱼的咬口反应 而不是它的惊吓反应 这点很重要 因为它决定了我们接下去 要选择的钓鱼方法 好 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人 人要繁殖的话 是不是有什么发情期啊 什么繁殖剂啊 这种说法呢 对人来说呢 这个行为好像是随时随地都可以来的 所以说呢 就请大家记住 那鱼的反应口 就像人的发情期 是随时随地 随便什么水色 水温 都可以都会有的 是不需要饥饿刺激的咬口 只是呢 不同的条件啊 刺激反应咬口用的耳啊 呈现方法啊等等啊 会有不同 那这一点特性啊 是对钓鱼人非常有利的一个特性 那就意味着 其实鱼不饿 不想吃东西的时候 只要我们掌握了刺激 它们反应咬口的方法 也依然能够钓鱼 所以你们说这个反应口刺激 对于我们路亚钓人来说 是不是真的非常重要 好 那说到这边呢 我的频道呢 是专注于给大家介绍 路亚钓的前沿资讯的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内容的话呢 请一定记得支持一下 点击一下订阅 关注和点赞分享哦 好 我们继续 那然后鱼的反应口啊 它的反应速度是非常快的 那刺激对了以后呢 它是立即给反应 那因为它的反射弧比较短 那如果像树栏这种反射弧的话 你礼拜四拿针扎它一下 它要到下礼拜一才反应过来疼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种反应口啊 对我们就没有实际的意义了 对不对 那正因为鱼的这个反射弧很短 那在我们实际应用的时候啊 刺激反应口啊 可以让钓鱼的效率大大提高 比方讲这个垂直反应口 钓五米深水的草线 然后用这个28克定前德州钓组 那这个钓组的话 就是这种钓垂直反应 它就是什么 到底以后啊 你最多就提一下 没有的话呢 直接就收起来 再丢下一点 这就是因为它钓的 本来就是一个反应 有的话就是下去就直接咬 或者最多就是提起来 放下去一下 这点时间段里面 它有余的 会咬的 马上就咬 不咬的 你就没有任何的必要 把这个钓组 是留在这个水底 做平托啊 做抖动啊 做精细成线 没有任何的意义 它不会再咬了 那同时呢 加上它因为是中签 所以呢 它在深水里面下沉的速度也非常快 那这样子的话呢 它的整个钓组的效率 就大大的提高了 那同样你看是德州钓组的话 如果你拿一个 齐克的滑谦德州钓组 让它慢慢的飘到 五米水深底部 然后呢 再慢慢的拖拖停停 那哪个效率高 是不是一目了然 所以反应口可以大大提高 你的做钓效率 你说 是不是更应该学呢 那鱼的反应口啊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一旦刺激起来了以后 它至少会有一个 很短暂的一个窗口 它就像一个惯性一样 停不下来这段时间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时间段里面 你丢其他耳下去 它也会咬的 这就是很多时候 所谓我们叫补枪 补重的情况 比如说你用Challabait 或者是crambait 鱼一路跟到船边 开口了 但是呢 没有咬重 这个时候 你如果动作够快 直接拿起什么Walky啊 这些什么倒吊 直接丢下去 甚至Tube啊 这些杆那些 丢下去 十六八九 那条鱼转身就是一口 但是呢 如果它没有前面 被这个crambait刺激起来的话 你单单丢这个Walky啊 丢其他的慢吊组 它是不会来咬的 就是它所谓这个反应口的窗口机 就过掉了 所以这点呢 也是反应口在平时 我们识吊的时候 一个非常大的用处 那毕竟鱼在严酷的大自然环境里面生存呢 趋利避害的本能是与生俱来的 也是在他们的植物神经反应里面的预设程式 那前面也说了啊 鱼的反应动作呢 不仅仅是开口咬 也会有逃跑的反应 所以我们在做钓的时候呢 就一定要注意去激发他们的咬口反应 而不是他们的逃跑惊吓的反应 那举例来说吧 比如说呢 夏天的下午 用水面拖拉机去塞树下的潜水 那Buzzbait轻引入水 然后呢迅速启动 从鱼旁边很快的经过 那这样子呢 鱼冲出来就是一口 这就是刺激它的咬口反应 那如果你的Buzzbait是重重的砸进水里面 那潜水的鱼十有八九啊 是直接先吓跑了 这就是刺激错了啊 变成了逃跑的反应 那这也是为什么啊 路亚抛头在控啊 入水这方面的要求呢 是非常的高的 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呢 我已经出了一系列的影片 像这个侧手回旋抛头啊 这里抛头啊 就是极好的 所谓这种搜边高小达反应的抛头 那大家呢 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前面刺激反应咬口的例子呢 很关键的一点啊 就是快速呈现量 而快速进入鱼的视野 让鱼呢 没有时间来看清楚 从而导致它直接的给孔 那这是一个很常用的方法 不过呢 这个快速呈现呢 有的时候还不够刺激鱼的咬口 所以呢 比快速更重要的是突如其来 那突如其来的速度变化和方向变化 才是终极的刺激反应咬口的要义 那像chatterbait挂槽一抽 或者呢crambit敲底 其实呢 都是在原来云速呈现的过程当中呢 出现了没有预期的一个变速和变方向运动 强制呢 强制呢 让跟在后面的鱼啊 不咬也得咬 就是逼它们开口 还有呢 比如jerkbait 抽停耳 那很多抽停呈现啊 它直线移动的速度其实可以是很慢的 但是呢 这还是一种反应耳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可以看到很多jerkbait给口的时候 要么就是这个耳刚刚停下来 要么就是这个耳刚刚启动的时候 也就是啊 它这个耳做出变速 变方向变动作的这一瞬间 那为什么这些变化能够刺激于开口呢 我把这些变速变方向和变动作的呈现呢 看作是一种示弱呈现 那一个平收的swimbait 就是T尾 那鱼呢 它可能跟一路都不开口 但是突然前面来一块什么草啊 石头的时候 你顺时一抽耳 就像这样 那跟在后面的鱼 十有八九 上去就是一个 那因为这个耳装石头的时候啊 它速度变了 那方向也变了 那这个时候呢 相当于是耳鱼呢 就是露出破绽了 那更容易被捕获了 那像鲁鱼这种烈士者的话 它就是一个机会主义者 那这种明显的 能够让自己更容易得手 而更占上风的这种机会 它触发的就是如鱼本能的一个开口咬 所以呢 它上来就是一口 那当然了 有的时候呢 它激发的开口咬 也会呢 比如说上来蹭耳 撞耳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用的 比如说是crankbait他 jerkbait他这种 那三本勾勒的耳 他上来蹭的话 他也就中 这就是为什么 有很多情况下 像三本勾勒的耳 像crankbait他 jerkbait他 很多时候并不在鱼嘴里面 挂在鱼的这个下巴上面 甚至挂在鱼的脑门上面 这种就是实际上是鱼 只是在对耳做出反应 那像这种突然变方向 变速度 变动作的呈现 实际上呢 就是让鱼完全没有预期 所以呢 是本能的一种强制性的开口 那也就本能的必然的中钩了 那所以大家呢 可以活修活用啊 看看以前我们给大家介绍过 这个螺旋 Neko 为什么说呢 这个螺旋 Neko 它虽然看上去像是个精细的调阻 但它也是一个垂直反应呢 是什么在刺激鱼的反应呢 大家可以留言哦 好 简单总结一下 刺激反应咬口啊 我们在呈现录表的时候呢 要记住两个要领 一个呢 是快 另外一个呢 是变 那么哪些耳是反应耳呢 那现在一般认为的反应耳呢 包括像是大家很多熟知的这种平卷耳 像什么 Cram Beta Spinner Beta Buzz Beta Chatter Beta 米诺啊 阿拉巴马调阻啊 然后呢 像杰格啊 中德州啊等等啊 这些也是反应口的软耳 那这些耳啊 用作反应口刺激的时候啊 它的主要特点呢 就是普遍的轮廓比较大 动作呢 也比较多 速度呢 比较快 那比起一般其他耳的优势呢 就是 在于根本处于中性啊 对于其他一般精细的耳 都不感兴趣的时候 因为它们的轮廓大动作多 速度快 所以呢 更容易引起鱼的注意 首先呢 跟过来检视 那举个例子来说啊 比方同样都是不开口的鱼 那你用Cram Beta 用这个摇摆胖鱼的时候 哎 这个鱼听到它的声音 感到它的震动 它会过来跟 然后呢 你在呈现当中 让你的Cram Beta 撞的东西啊 一下改变方向 让它跟在后面的鱼 才会啪一口咬上来 对吧 那如果你这个时候 你一开始用的是T维 T维因为它震动小 然后轮廓也比较小 对吧 然后你呈现的时候呢 也肯定比较慢 因为它处于中性啊 它根本就跟都不来跟 对吧 这就是这个区别 就是为什么 一般情况下 像Cram Beta啊 等等这些 这些是 惯常认知当中的反应耳 那除了惯常认知 这些反应耳 那其实现在在卢调机发里面呢 更加进阶的一个反应口 刺激是不分耳人种类的 而是更多的关注耳 是如何来呈现和运用的 那即便是属于 精细类反抽的耳 它只要应用得当的话呢 一样是可以刺激反应口的 那比方讲 大家可能听过的叫做 Power Finance 也就是精细耳 强力用法 那另一方面呢 像前面提到过了 这个Cram Beta这类 那以用不好 不会用 也不会刺激出反应咬口 所以关键的 其实还是前面提到的 呈现当中的快和变 这两个要领 那说到这边呢 就必须要提一下来 就是这个Power Fishing 那个反应口对应的 就是这个Power Fishing 所谓叫强力吊法 有一种强制性 强制让鱼开口的 这种感觉在里面 那虽然不是全等呢 但是大部分的Power Fishing 强力吊法的话 还都是以抓反应口为主 比如是像 Cram Beta Unchalibate 挡板牵的勾 中牵得粥 摇头去扁钩 大的jig 重的jig等等 那强力做调的特点呢 就是快 重猛 那快呢 指的就是呈现速度快 重的呢 指的是用耳偏重 猛呢 指的是呈现动作的夸张 那这点呢 包括吊手的操控动作 更加包括耳和环境的一个互动 那这个以后讲强力做调啊 特别是代表性的强力调阻的时候呢 我们再细说 那在实调当中啊 反应口刺激最常用的是两种情况 一种呢 就是在于看耳或者跟耳不摇的时候啊 它刺激反应的时候呢 这个呈现呢 作为最后凌蒙一角啊 非常的有效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于对于其他比较精细的 或者是比较慢的耳 那看都不看或者没有任何反应的时候 没有口的时候 那你就要用纯的这种经典的反应耳 来做反应刺激 那还是请大家记住啊 呈现的快和变是关键 那我们再回到开头啊 比如说鱼不开口 全上人都在倒吊 精细的摸 飘 这个时候呢 你如果刺激反应口的话 这个做应变 第一的就可以考虑 不用换耳 就是加重你的倒吊签 一般我们精细策略的是 把三克签减成1.5克签 但是你做反应刺激的话 你就把三克签加成 比如说14克签 10克的签 让它下沉的速度加快 第二呢 本来的挖击挂 现在呢用几里挂 为什么呢几里挂的话 也是让整个吊组下沉更加快 但是呢 它的震动也可以更多 多打垂直落点 而不是让这个耳停在这个水底不停的抖 也就是增加它运动的机会 减少让鱼能够仔细看 仔细检视的一个机会 那这是一种很常用的反应口变招 等于呢 更多的拿来钓一个垂直反应 就你让这个耳啊 丢到鱼的附近 然后让它转头一看 没有反应过来 直接就是一口 第二种的话呢 就是直接换耳 换成这个jerkbit crambit chatterbit 摇头取品钩啊 然后呢 就是用这些经典的强力耳反应耳 来做这个敲底撞草啊 机杖呈现 给它来硬的 逼它开口 那第三种呢 就是用像这个啊 等等等等 还有其他很多的变招 那所以呢 不是鱼一旦不开口呢 就都是掉漫 掉膜 掉飘 等等等等 那完全相反的 这个反应刺激思路啊 是绝对可行的 只是在于啊 大家是否愿意尝试 以及呢 能否找到适合当地 舆情的这种刺激方法 那这里面呢 有很多策略 今天的时间关系呢 不能细说了 那反应口啊 是现代卢钓技法当中 殿堂级的要义 学会刺激反应口的话呢 对于增加我们的钓货 和提高钓鱼的效率啊 是注意巨大的 那今天我的介绍呢 主要是让大家 先有一个基本的概念认识 那今年接下去的 钓祖史钓教学当中呢 会有介绍几个反应口 相关的主题 所以呢 请大家拭目以待哦 好了 今天的影片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钓鱼啊 让人快乐 那我做这个频道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 钓到鱼 看到你们的快乐呢 也让我自己本身呢 更加快乐 所以呢 喜欢我的频道的话呢 就请支持一下 点关注 不迷路 大鱼祈愿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